同父异母的亲妹妹 看上了姐姐的未婚夫 于是便联合继母 将姐姐绑了起来 准备逼她写下退婚书 可姐姐死活就是不写 妹妹那叫一个恨啊 拿起剪刀便走向了姐姐 威胁她如果不写 那么她就要剪破姐姐的衣物 让其彻底暴露在众人面前 说完还不等姐姐应答 妹妹便先在胸口剪了一刀 这可吓坏了姐姐 她疯狂扭动想要挣脱绳子 却不想妹妹直接用剪刀 顶住了姐姐的喉咙 再次命令姐姐亲自去退婚 但谁都没想到的是 今天的姐姐格外的坚强 仍旧不同意解除婚约 继母眼见威胁不管用 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想要将其彻底打扶 而妹妹更是助纣为虐 直接抓着姐姐的头发 逼其脸部朝上 好让继母用硬质的扇饼大力抽打 但无论继母如何用力 姐姐就是不低头 即使被其打倒在地 也会艰难地再次爬起 只为保护心中的那一份纯爱 而就在此时 男主终于赶到 面对那死死锁住的高门大院 他直接激活了掌中雷 瞬间将大门化成鸡粉 接着便冲了进去 可营救并不顺利 因为要害姐姐的不只是继母 他那亲生的父亲也是同伙 更是强行拦住了男主 但男主可不管你是谁 他只认自己那温柔的未婚妻 岳父在他眼里屁都不舍 直接释放异能就冲了上去 岳父急忙联合好友一起防御 可男主只是轻微伸手 便将防护罩瞬间打破 不料岳父仍分不清形势 又打出了一道封属性的异能 但男主动都没动 便毫发无伤地挡住了攻击 接着抬手招来雷电 随手一挥 就垫麻了岳父的好友 吓得他再也不敢阻拦 而男主也没有多看 转身便继续前进 谁知打开仓库大门后 他正好看见妹妹死死地掐着警戒 眼看姐姐就要随时断气 男主被吓得急忙前冲 一把抢过了未婚妻 便开始检查伤势 幸好生命并无大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